只要我们还在期待,或想要别人同意我们的看法,我们就不可能说实话,那会使我们的心紧缩。 他们或许会不喜欢我说的话,亦或许会不同意我的看法。 当我们保护自己时,同时也拒绝了给予别人自由。 当我们认识到自己就是彰显为万事万物,以及每一个人的独一无二的灵性时,就会认识到我们全都享有完全的自由。 这一认识中包含着一种勇敢、无畏的精神。 有时候人们跑来跟我说,阿迪啊,我内在依然有某个地方,而我发现那通常跟非常早期的童年经历有关,害怕成为我知道是真实的东西。 当然,我会说,你得审视它,看到你自己如何根据过去所发生的事情,形成了某些特定的信念结构。 你得深入地观察它,认清这些信念结构是不是真的。 但与此同时,我们需要认识到,我们无法知道或预见世界会如何对待我们。 觉醒的一部分,是愿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。 如果我们以为觉醒,意味着整个世界都会赞同我们,那我们就陷入完完全全的错觉、妄想中了。 耶稣明白这一点,这是一位已经觉醒的人,按基督教的说法,是上帝之子。 而上帝之子后来怎样了呢? 他因为表达他觉悟到的真理,而被钉死在了十字架上。 人类意识中存在着一个根深蒂雾的禁忌,这个禁忌就是,觉悟存在的真相,是不对的。 我并不是说四处传扬真相,我是说成为你所看到的真相。 这个禁忌说,那是不对的。 你会因此被钉在十字架上,你会因此被人杀害。 当然,在我们的人类历史上,因此丧命的不法弃人。 在很多社会中,都有一段很长的,除掉或杀害真正开悟之人的历史。 因为真正的开悟,打破了梦境状态的常规模式。 事实上,很多时候,在梦境状态中,人们往往会觉得自己受到了开悟的冒犯和威胁。 因为,我们无法控制一个真正开悟的人。 就连死亡的威胁,都无法控制一个已经开悟的人。 死亡的威胁,无法控制耶稣。 他会按命中注定的方式生活。 无论这对他来说,意味着死亡还是生命。 因此,作为一个人,我们不能有这些幼稚的想法。 认为开悟,意味着每个人都会爱我。 或许,每个人都会爱你。 但更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,有些人会爱你,有些人不会。 当你给予整个世界自由时,你就朝发现自己的自由又迈出了一大步。 两者紧密相连,不可分割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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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